众所周知 老板的熊出没 两只熊十分的令人讨厌 好吃的 好玩的 只要是被他们看中的东西 都不用经过光头墙的同意 他们就能随便搬走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有段时间熊出没竟然腾一度消失 而干脆面这一集更是典型中的典型 两头熊不仅无脑抢夺光头墙的食物 更是无限制欺负他 又是月初一号了 光头墙就等着李老板的工资救济生活 来上一顿大鱼大肉 正在幻想间 门口快递小哥的声音响起 喊他拿快递 光头墙一阵纳闷 是谁给他寄的快递呢 电话却响了 果然又是万恶的李老板 原来这个快递是李老板给光头墙的 正是一项方便面 不但如此 这项方便面相当于抵消了光头墙上个月的工资 光头墙听完真是他娘气急败坏 却也只能忍气吞声 打开一袋干脆面吃了起来 然而没想到干脆面的味道简直不可想象 好吃不得了 肥波一看 吃毒食是吧 就闹了起来 光头墙倒想给点肥波 可是这是他未来一个月的伙食啊 于是他将干脆面放到柜子里 随后就去宫殿局缴纳电费了 没想到他刚走 肥波就想办法偷了一袋干脆面 并且跑到了外面的树干上偷着吃 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香 不想刚好掉下去的一块 掉到了路过的熊大的嘴里 熊大一阵咀嚼 是真的好吃啊 于是熊二爬到了树上 直接抢走了肥波剩下的面 来也尝尝呗 拿来吧 耶 拿到了 吃完后还问肥波有没有 肥波也不是什么好猫 一想到自己不好拿 刻意让两头熊拿 于是就带着熊大他们来到了光头墙的家 三只动物就这样胡吃海盒 一袋袋的干脆面 就这样被他们折腾完了 他们甚至于吃饱了没事干 还比谁吃得快 过了一会儿 光头墙回来了 熊大他们看到光头墙准备偷偷地溜走 临走的时候还拿了几包干脆面 回去吃 只给光头墙留了两包 光头墙回来后看到熊长鹰 气愤不已 于是想了一条妙计 把最后剩下的干脆面烧烤起来 然后在地上挖了个陷阱 等着两头熊上钩 可是来到光头墙的院子外 熊大一眼就看出来了有陷阱 熊二却受不了诱惑 掉进了陷阱里 熊大和光头墙周旋了半天 最后还将烧烤炉砸在了光乐墙的身上 熊大趁机会救走了熊二 幸亏李老板有点良心 此时光头墙的快递又来了 李老板为了留住光头墙帮他砍树 又给他寄了一箱干脆面 这样上月的工钱就彻底抵消了 可是熊大熊二看到干脆面 直接抱起箱子 就消失在了光头墙的视野之中 最终只剩下光头墙绝望的呼喊声 被一几小孩看着看着就笑了 可成年人却看着看着就哭的 如果不是为了生活 光头墙又何必如此忍气吞声 老板不发工钱 拖了一次又一次 光头墙一次又一次的无奈 最终只能可怜到 两箱干脆面就能抵消一个月的工资 可是即使是这样 光头墙都没能留下这两箱面 两头熊总是欺负他 彩票中奖被两头熊给毁掉了 自己在森林里种西红柿 西红柿也要被两头熊偷掉 就连唯一的伙食也要被两头熊一抢而空 成年的人世界哪有简单二字 有的只是隐忍奋斗 负重前行罢了